水哥上了的S-Class 喂 不是啊 大佬 不是S-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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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一項要說三次 來 過來 過來 什麼啊? EQS 貿密電動板 S-Class 橫體電體都不像電動板的S-Class 讓我告訴你吧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暗華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通知鐘仔 其實這部EQS是用了全新的電動車底盤設計 整個車身的設計語言都跟S-Class很不同 它採用了單公形線條 駕駛室前移和車尾的車身設計 所以它雖然都是主打豪華 但是嚴格來說 它算是Benz自成一格的豪華電動車種 不過也正因為它這麼流線型的設計 可以做到封阻係數 這部的車身軌道達到0.2 車頭的鬼面罩 用和其他EQ系列一貫的Black Panel設計 以燈帶連接深黑色的鬼面罩 配上Benz最突出的星星印在上面 再加上車尾的一體色尾燈 Liftback尾門設計 基本上由頭到尾和S-Class設計都很不同 反而一看就知道是EQ系列電動車 如果是EQS53配合AMG Line的設計 那時候Sporty味就十分強 跟S-Class那種傳統的豪華房車感覺非常不同 那除了樣子不同之外 還有甚麼不同呢 當然不是只有樣子 還有很多實用的科技功能 例如這部EQS就有HEPA Filter 可以過濾空氣入面的圓球粒子 不單止車內 就連車外的空氣污染程度都可以探測到 並且在中控台上顯示到PM2.5的毒素 而且它還可以開啟負離子去除車廂內的異味 就算你放屁 相信都很快可以沒有味 至於我們今天試的這部車 是標準版的EQS450 Plus 本身是沒有配備傳說中的HyperScreen 不過我們都專程去到平置的Showroom實試 如果加配了HyperScreen 就可以有一塊很長的操控介面 由司機位延伸到乘客位 坐在乘客位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前面調校車廂的各種設定 按摩椅、溫度、多媒體內容 甚至連車輛的狀態都可以看到 配合平置的MBUX 2.0智能控制 就非常方便了 除了可以用Hey Mercedes的語音控制 還可以在系統輸入自己身高 按你的身高幫你調整座椅系統 它還可以解讀駕駛者的肢體動作 就像哥兒一樣 想調校到後鏡的位置 只要直接看著你想調校的那塊鏡 然後按上下左右調校就可以了 不用特意選擇左右鏡 而EQS53有特大的Head-Up Display 可以配合AR導航 在操作上就更加直觀 也不用整天看向中間的導航 EQS是據聞最靜的電動車 到底有多靜呢? 我們用個分貝計 是一個繁忙的路段行車 看看到底有多燥 我們行經環保大度 路面都算比較凹凸不平 可以聽到一般行車其實是聽不到馬達聲的 路燥也不明顯 分貝計的讀數平均在55至56中間 還剩過一架電油引擎的行政房車 在主動式安全方面 EQS都加入了Attention Assist的功能 可以偵測到司機到底在不在狀態 有沒有黑眼睡 可以發出額外的微睡眠警告 至於主動式車道維持輔助 車道變換輔助、泊車輔助等等的功能 當然有 雖然官方說不是S-Class 但它亦都用了S-Class的科技在這輛車上 就算在這部標準版的EQS 都有4.5度的後輪轉向 在鬧子中開車就可以有更靈活的走位 平時你開電動車是沒有聲音的 但在EQS你可以選擇純正或活的兩種聲音效果 給你選擇 我都喜歡聽引擎聲音 說到聲效就不得不提它的Bremaster音效系統 雖然都是要另外加配 但加上述所說的兩種行車聲效才會有 就算不聽行車聲效 拿來聽歌就更加享受了 其實車廂的空間很寬闊 好像這樣我們兩個躺在這裏都非常之寬落 但前提當然要先把後座椅放下來 這次試的EQS450PLUS版本可以提供到333匹馬力 續航距離根據WLTP是可以去到785公里 當打個七折 其實都有500多公里 相等於一架電油車的續航力 充電方面又怎樣呢? 官方的說法就說 理論上透過直流快充站200kW功率充電 只要15分鐘就可以續航到300公里 不過這麼高功率的快充站 在香港就要等一等了 作為一個駕駛者 我覺得EQS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加速是非常善性 它跟其他電動車一來就會比起扭力 很舒服的坐落 另外就是它的轉向很靈敏 你猜不到一架5米長的車可以這麼靈活 為什麼呢? 就是歸公於它的後輪轉向 另外我在副駕座位的時候 看到它的HIFI screen延伸到我的位置 變成我做任何設定的時候 就不怕影響到司機位了 我坐在後排的時候 感覺到Headroom和Leadroom都夠寬敞 不過值得一提 因為它的電放在車底 所以變成我的腳會微微升功了 那你現在明白為什麼它不是一個S-Class 他的電動車 本生活 乐科技 安华-K